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经济快报 我是李磊 一直以来 知识经济部是确定研发课题并为此提供支援的主管部门 而随着成功率达到95%以上 人们对成果提出了一些质疑 为了提高成果质量 知识经济部日前重新修订了确定和评价标准 政府大力加强了知识经济研发课题的挑战性 本次修订的中长期研发课题评价标准与原有的标准有所不同 新增了专利注册业绩和对专利质量进行评价的条目 确定研发课题的过程也发生了变化 及更加挑战性与创意性 知识经济部于本月22日表示 为了激发研究者的挑战精神 提高研发课题的成功率将于明年1月开始实施 知识经济技术创新项目共同运营要领修正案 这可以说是上个月19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 国家研发挑战性强化方案的一项后续措施 首先从中长期计划型项目的选定评价标准过程来看 修正前的创新能力和创意性仅为10% 而修正后挑战性和创意性达到50% 研究小组的能力和道德也扩大至20% 其次 在判断课题是否成功的最终评价中 将三方专利和普通专利注册 专利技术许可费收取业绩等作为判断技术性补充指标 并将原有的普通专利申请业绩从判断标准中排除 三方专利是指同时在美国专利标准局 日本专利局和欧洲专利局进行申请和注册的专利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一修正案 有望减少研究者们为了应对评价而盲目申请专利的现象 知识经济部相关人士表示 通过构建挑战性的研发系统 到2015年将把知识经济部研发成功率提升至50%到60% 同时能够开拓市场的创新性成果也将进一步增加 另一方面 由于论文发表业绩对于那些为推进商业化而进行研发的企业来说 会成为一项颇有压力的定量指标 因此将把论文业绩从产品开发型课题中排除 仅在原创技术型课题中作为判断标准 感谢 Rataj